嗨 大家好 我是蕭希 今天這個影片非常地開心 要來感謝所有人 就是一路支持我 終於我破了五萬了 耶 剛好昨天去一個youtube的 遠尊會議然後認識了很多 新的美妝youtuber非常開心 然後剛好也在昨天晚上就 度過了五萬大關 我真的覺得超感動的 所以昨天對我來講是一個 意義非凡的一天 雖然我自己知道我還有很多 需要再進步的地方 可能是講話的速度 或是打光或是 妝不夠專業的問題 因為其實我算是蠻早開始拍影片的 好像我大三大四就開始拍了 已經有兩年 多快三年的時間 然後一開始也是什麼都不會 就只是單純很喜歡化妝這件事情 然後也沒有任何設備 沒有任何燈光 我就直接用我電腦的內飾鏡頭 來拍影片 很誇張吧 而且我第一支影片還是用英文拍的 就是非常的深色這樣子 未來可能會考慮再拍一些英文的影片 因為我覺得就是 我有留學過感覺可以分享一些英文的東西 記得一開始就是畫得很不專業 而且常常被網友罵 最常被罵的地方就是我的眉毛 就是說你眉毛也畫得太不專業了吧 而且怎麼那麼亂 什麼什麼的 然後我就很傷心 傷心了很久 所以咧我真的 常常在家就是苦練 然後還有問一些會畫眉毛的朋友 他們是怎麼畫的 就是一點一點這樣子慢慢進步 所以我自己覺得五萬 是一個給自己很好的肯定 又很開心 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在未來的話 當然希望自己 能夠有交易日 趕快破十萬 就是十萬算是我今年的目標 小小目標 希望可以達成 我也會更努力的拍影片 所以咧為了回饋大家 我今天準備了一個 很好的禮物要來送給你們 不過他還沒寄到 我可以講嗎 就是ETUBE HOUSE超紅的那個 櫻花眼影盤 我自己看到的時候都超想要 但是我忍住沒買 就買了一個要來送給你們 我會在我的粉磚抽獎 所以咧如果想知道怎麼抽的話 可以看我下面的粉磚連結 連進去就可以留言分享 然後就可以抽眼影盤了 這個眼影盤就是我覺得 現在很流行粉色系的 然後剛好跟我那個衣服型很像 我覺得他那盤又更多少女的顏色 應該會很適合小女孩們 我自己都超想要的 我可能之後也會自己偷偷訂一個吧 因為我覺得他很美 最後再一次的謝謝各位粉絲們 還有親愛的朋友們 以後我也會繼續的發更多 有質感的影片 還有實用的影片給大家 謝謝你們 愛你們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